一大新牛内野手林威廷去年加盟后就获得球团重用 菜鸟球季总计出赛98场敲出104至安打 三成一三的打击率成为新人王热门人选 尽管最后席败给蓝米狗桃源外野手蓝颖伦 但入围就是肯定期许新球季能更上层楼 我觉得各方面的数据都可以再好一点 然后守备或者是在球队上的角色可以更稳重 更...更...怎么讲 可以帮助到球队更多这样 新牛军团今年内野竞争激烈 每个位置几乎都有两个人选以上 而对于守二壘的林威廷来说 本季将面临学长陈凯伦跟同级方选中威胁 真的不能掉以轻心 虽然春讯说不是状况很好 但是...但是球队其实互相竞争是好事啊 今年的我跟林威廷有讲好 就是兄弟像有请双羊将的二游 就是希望我们今年可以... 可以跟他们游竞争这样 你们要挑战兄弟的双羊将吗 对 挑战他们 我们这么厉害 有没有已经有一些策略还是说... 那他们...策略喔 是比长相呢还是比数据啊 他们比不赢啊 用成绩来证明吧 对 虽然义大犀牛在热身赛六场比赛中一胜难究 但他们毕竟是本季开训最晚的一队 球员整体高峰期调的比较慢一点 应该不需太过担心 而且林威廷也代表韩话 绝对不会让球迷失望 今年的义大特别就是改变一些行销的方式 或者增加一些球场的活动 就是希望各位球迷可以进场来多多支撑我们义大犀牛 我来体育新闻采访报导